HELLO 欢迎大家收看Parkland的节目 《思心推介》 首先开始之前邀请大家 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们这个频道 将会愈来愈多我戏资讯会介绍给大家听 刚才很专心弹的那支吉他 就是这支 POPPULILY是一支新一代的智能吉他 现在就让我带大家看看这支吉他有什么特别 这一支小吉他已经在我手上了 它的名字叫POPPULILY 是一支全新的智能夏威夷小吉他 外表以黑色为主 有一个很大很有趣的红本红公仔 非常可爱 随之以外它是一支智能吉他 我们看到它旁边有一个按钮 我试试按着它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我按着了之后 指板上有些灯在闪着闪着闪着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些灯是指示灯来的 只要我们用这个小吉他 配合专用的apps 其实还有很多功能可以做得到 apps里面包括有什么功能呢 例如tuner 例如一些爬格仔的练习 cord的练习 以及最重要的实战练习 因为apps里面有非常多的歌曲 我们可以演奏的 那不如我们现在一起去试一下 那我今天就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Apple为我们大家示范 爬格仔这个功能了 喂!又是我Apple 今天等我这个吉他新手 和大家示范这个爬格仔功能 事不宜迟 去片 3 5 嗯 好難啊 但我想說它非常好 因為它有椅子 其實我就想跟著它的椅子就行了 讓我試一下這個小吉他的tuner功能 好 讓我試試找一首周杰倫的歌彈一下 GOOD 故事的小黃花 從抽生那年就飄卷 童年的當秋千 隨機一直晃到現在 為你唱歌的那一天 花落的那一天 教室的那一天 我怎麼看不見 消失的下雨天 我好想再聽一遍 一場到失去的勇氣我還留著 好想再問一遍 你會等待還是離開 回來了 大家看完剛才的示範之後 覺得這支吉他是不是有很多功能呢? 我自己都個人做少少評分 在外觀方面其實我會給他五分 因為他有很有趣的紅本紅公仔 超級漂亮 超級喜歡 第二 手工和聲音上面 我自己覺得都會給五分 因為他的聲音其實都很好聽 亦都是在手工上面 我自己覺得他能夠把這麼多的燈 按在這支這麼幼的頸上 和連接都很不錯 我自己覺得是值五分的 而在功能上面我都會給他五分 首先對於新手來說 指板上面的指示燈 對於他們的練習 都非常之有幫助 另外APP裡面的很多的功能 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很有輔助的作用 而對於老手來說 歌曲褲裡面的龐大的資源 都幫到他們掌握多些實戰的經驗 好 今集的私心推介 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有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會再介紹 新的樂器給大家聽 拜拜